我们这周来到第四周的信息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做他的彰显 这边信息主要有三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主要就是讲到神 就是这位三一神他来创造人 是不是请泰文呢我们把第一个大点来 我们把它堵一下 来我们把第一个大点来 我们把它堵一下 阿们 所以人是神创造的 人不是猴子变来的 人是神创造的 神造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 所以人是向神的 第二个大点 就告诉我们说 神所创造的这一个人 其实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 在他的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 也是那一位能够完成神定制的人 所以第二个大点就告诉我们 这位个人的基督 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和神人的生活 达成了神创造人的目的 而第三个大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团体的基督 今天所指的这一个人 不仅仅是指的主耶稣 这一个基督而已 更是指着我们所有这些 信入他 与他有生命连结的人 今天我们乃是众信徒 我们也是神的众儿女 我们也是身体上的众肢体 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基督的扩大 也是复制 也是基督的延续 这位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是他的生活 我们没有他不行 他没有我们也不行 我们和这位基督 连结 调和 合并 成为一个实体 而这个实体就是这个宇宙的大人 也就是新耶路撒冷 在宇宙中来彰显这位神 直到永远 所以这个就是这整篇信息的鸟看 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些细点 我们回到第一个大典 下面这边有七个终点 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说 这位人的创造者乃是这位三一神 这个启示在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来造人 这边说神造人 他不是说我来造人 他是说我们要造人 所以这启示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这边乃是一个富庶 就是启示到神格的三一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第二个启示告诉我们 当神来造人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谨慎 他跟造其他的招物不太一样 神造其他的招物 他是说有就有了 命令就立了 但是在这边 一章二十六节讲到造人的时候 好像在这边神格的三一 为了造人开了一个会 然后他们三者在那里来讨论 最后有一个结论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人很简单 我们实在不简单 我们非常的奥秘 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乃是造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 没有任何一项造物 跟我们人一样 像我们一样 我们是像神的 而第二个宗宁就告诉我们 那什么是形象跟样式呢 这边告诉我们 神的形象乃是指着祂的所事 就是神属性内理素质的彰显 这个很抽象很难领会 什么叫做神属性内理素质的彰显 这边他跟我们举例说 好比说我们常常说 神所事有四个主要的项目 爱光圣意 而这四个项目 都不是看得见的 但是它是一种的特质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譬如说一个人爱你 一个人不爱你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而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就用这个爱来说 来举例说明了 这是指的人里面有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是什么呢 我们的灵有一个特质 就是爱 我们会爱人 特别看到啊 比我们可怜的人 我们会想要去爱他 比我们年幼的人 我们也想要爱他 想要帮助他 那我们说 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我们啊 根据这个圣经就知道了说 这个爱其实是从神来的 但是在这边要小心 这个爱啊 还不是神自己 若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 若是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 我们的那个对人的爱 想要帮助人的那种的感觉啊 那个不过就是像一个手套一样 所以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这边有神属性的一种的特质 但是呢 这个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容器 我们常常举例 就是手套跟手的比喻 所以人的爱需要什么呢 需要神这个真正的爱 进到我们的爱里面 来充满我们 这样我们的爱才有实际 才能够持久才能够永远 这是讲到神的形象 然后再来讲到神的样式 神的样式主要是指着神的形状 就是神身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 其实这个更难理会了 没有人见过神 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圣经上说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疑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 但是问题是我们神的独生子 我们也没有见过 他已经两千年过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读读四福音 我们就来知道说 主耶稣这个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 请注意哦 这里所知的形状 不是他长得很英俊的那个形状 不是说鼻子尖尖的 耳朵大大的 嘴巴小小的 不是指着这种的形状 而是指着当他神圣的属性 彰显出来的时候 那里有一种的形状 我举个例子 当他进到快要到拿英城的时候 有一个出病的队伍出来了 这一个儿子死了 这个寡妇 寡妇死了儿子就没指望了 这一个儿子死了 这个寡妇死了儿子就没指望了 什么都没有了 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形 他马上做了一个动作 他马上就上前去啊 用手按住这个台啊 棺木啊 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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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杖子 他马上就把那根棍子给压住了 然后他接着就叫这个儿子啊 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他就列 鹿彩虹 引脉在那里 便去不着犯大 哎呀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举动 哦 哦 呃 可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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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主耶稣来说 是很简单的 提醒了 把他按住 OK 然后叫他起来 然后列 嘿 便去马 便来 大家都是哭着 非常啊 哀伤的 去啊 这个 送病 出病 哦 可略我 那样呢 带了婚过 可略我 等于对方 突手慢慢 但是 借着主耶稣这样的一个 爱的举动 一个哀哭的队伍 就变成一个欢乐的队伍啦 这个整个过程所显出来的就是主耶稣啊 把神的这个形状 把他这个里面的爱的琐事啊 给怎么样呢 给彰显出来了 这个就是神的形状 就是神身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 清楚了吗 再不清楚 我再讲简单一点 你说 没有人看见神 神长什么样子啊 那你就说 神就长我这个样子 你敢不敢讲啊 我们都不敢讲 我们心思需要更新 当然 当然不是像我在发肉体时候的样子 也不是像我在犯罪的时候的样子 那像我什么时候的样子呢 像我在灵里被充满时候的样子 像我在祷告的时候的样子 像我在传言的时候的样子 当我像我在灵里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的样子 或者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的样子 这个就是神的形状 好了 懂就懂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这个时间过去了 所以啊 人就是神的副本 哈利路亚 你没有看过原版 但是你看过副本啊 你若是没有看过原版 你问原版是什么样子啊 那就是跟副本很像啊 好感谢主 第三终点给我们看见 讲来讲去 其实这就是基督 因为有两节圣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一定要记住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 基督是那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还有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就是这位基督 他乃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印象 所以我们可以说 神所创造的这个 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 其实就是指的基督 第四终点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目的 上面有一个字叫做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我们人来接受他做生命 来彰显他的一切的属性 这些发表我们都需要把它背起来 第五个点 就讲到神的一个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使人成为他的副本 成为他的副智 他说这样的一个副智 这样的一个副本是神快乐 我昨天上午跟我姊妹一同到医院 看望一队夫妇 没想到他们都要赢了 把他们赢了 他们赢了一个男孩子 哎 维勇文的姐姐啊 啊不是维勇文的姐姐 维维峰的姐姐 我和屁杀和他们的维峰 哎呀 他们夫妇啊生了一个男孩子 生了一个男孩子 哎呀我就看到这个爸爸 就是这个张杰弟兄啊 我看着他 看到他的那个儿子 那个脸上的表情啊 哦真的是说不出来 无法形容呢 那一种的满足啊 那一种的快乐啊 哦真的是 就是像这边神看到人一样啊 为什么爸爸看到儿子会快乐呢 那个源头就是因为 神看到人会快乐一样 如果是神看到人不快乐 我告诉你今天爸爸看到儿子 也不会快乐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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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六个点 讲到一个奥秘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 就是他要来与人一样 使我们人也能够与他一样 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 神来成为人 是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和上来成为神 这边刚目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发表 他说神来人化了 而人来神化了 有个人说 说 说 神的经论就是在于这两话 神人化了 人神化了 神化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一生的故事 就是在于我们人要神化 阿们 第七个中点 讲到这一个团体的人 阿们 神所创造的这一个人 不是一个单个的人 阿们 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乃是指责一个团体的人 阿们 是指责所有的人类 阿们 接下来的第二跟第三大点 就向我们说明这个点 阿们 刚才第二大点已经讲过了 阿们 就是首先是这位个人的基督 基督记得他的成为肉体 跟他的神人生活 就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了 阿们 在这个刚目里面呢 有两个词是很重要的 一个叫做神圣的属性 一个叫做人性的美德 神圣的属性 讲实在我们看不到 就好像里面的爱 若是我只是爱在里面 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说出来 你无法领会 无法感受 那个叫做神圣的属性 但是 这位爱的神 因着爱人 他有一些的作为 他说了一些的话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爱 这个就是他的美德 就像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 所以 人性的美德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人最多只有美德 没有神圣的属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本来都是想要做好的 但是后来人会变坏 甚至会去犯罪 甚至会去犯罪 为什么呢 因为人 只有外面的美德 而没有里面的这个实际 所以今天我们人所需要的 就是要让这个神圣的属性 更多的怎么样呢 进到我们里面来 充满我们 做我们美德的实际 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就是这个图话最好的说明 他爱人 他怜悯人 他宽恕人 他宽恕人 他在那里成全人 他种种的美德 他来医治我们的疾病 趕出我们身上的鬼 把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 释放出来 这些都是他的美德 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美德 看到他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属性 这个神圣的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神自己 因为神就是光的神 所以当他临到我们 他来接触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身上的黑暗 全部给显明曝露出来了 因为他是义的神 所以他跟我们来接触的时候 就把我们那个不义 把我们那个瞒了罪的情形 给曝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性 跟美德的关系 好我们来到了最后第三大点 这边就讲到我们的故事了 讲到今天这样的一位人 能够彰显神的人 不仅是基督那一位基督而已 今天我们都重生得救了 今天在我们里面 都有这个神永远的生命 有这次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 这次生命的灵就是那独一的麦子 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 阿们 要产生许多的子力 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副智 至终要把我们磨成他荣耀的形象 基督怎么样 我们也怎么样 基督如何是像神 我们也是如何的像神 阿们 基督如何的来彰显神 我们也照样的来彰显神 这就是在我们身上今天的故事 好了 这边信息完了 最后我要结论一下 第一个我要有九个点 对我们人有一点的真伤 我们有九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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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人的真伤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 对人的真伤 会使你自己活得更喜乐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对人的真伤 也会使你更喜欢去传福音 这九个点就是第一个 人 是最高的受造生命 最高的受造生命 除了神的生命之外 人的生命是最高的 第二 是从神类 阿们 从神类 阿们 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阿们 所有的造物都是各从其类 阿们 但是 只有 人 不是从人类 阿们 乃是从神类 所以我们说 人的源头 人的来源 乃是神 第二 第三 有神的形象 和神的样式 来做神的复制 阿们 第四 做神的器皿 来承装神 阿们 第五 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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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造物之中 只有人有灵 有灵说出什么呢 说出 人 需要神 因为 在所有的造物当中 只有人 会来拜神 猴子再聪明 他不会去拜神 因为他没有灵 但是人有灵 但是人有灵 人需要神 所以灵就是用来接触神 灵就是用来接触神 充满神 并且彰显神 并且彰显神 阿们 再来 第六个点 只有人 能够完成神 永远的定制 阿们 完成神永远的定制 第七个点 人 是宇宙 和一切受造之物的中心 阿们 人是中心 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这么大 但是中心在哪里 中心就在我们人的身上 清楚吗 再见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 告诉我们 创造不张诸天 建立地基 并且造人里面自灵的耶和华 阿们 所以天是为了地 地是为了人 人必须要为神 阿们 好 第八个点 神造人之后 他的创造的工作就完成了 神也就满意了 他就安息了 请注意 他是造人之后 他才安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人 他就看到自己的复制了 就像爸爸看到儿子一样 什么都不用讲了 只会微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第九 这个人 亚当 就是基督的预像和预表 所以亚当是基督的预像和预表 而基督乃是这位末后的亚当 清楚了吗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面是想着基督 所以当基督来到地上 他定在十字架上死了 保罗就有启示 他就说这是末后的亚当 意思就是说在他之后没有亚当 他是最后一个亚当 那你说我们是什么呢 在神的心意里面 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基督一样 阿们 好 这九个点 然后三个点我们要怎么应用呢 我们要怎么样活的真的像人 就是要像基督阿 就是要像基督阿 第一我们要吃喝享受 观看主就是吃喝享受主 清楚吗 我们要吃喝享受主 让基督更多进到我们的里面 第二 我们需要传福音 你想想看神当初造人 我们要想看神 当初造人在送上 他是多么的喜乐 多么有盼望 但是 人堕落了 人不像神 人像鬼了 人像他的仇敌一样 哦 主啊 我们今天需要传福音 阿们 来告诉人 人生真实的意义 叫他转向神 跟他接受神 叫他向神 第三个点 要配搭建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是一个团体的人 这个团体的人如何能够显出来呢 需要我们配搭 需要我们建造在一起 当然 我们要论传福音 在土国上 好 求主得着我们 阿们 这样的信息开启我们 叫我们对人满要争赏 叫我们也活得能够更像基督 能够更叫神得着喜乐 祝宝 感谢观看